大臣做调查 他的荒谬程度不亚于说母都会上数以言 但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就有位大臣遇到了 而且遇到这个问题后 接下来这个大臣的反应才令人捧腹 遇到这件事情的大臣是谁呢 他就是明代时期的大臣周臣 周臣是明朝时期的一代明臣 有京士之才 最擅长的是理财 可以说他是个金融奇才 如果放在今天 他的才能足以胜任财政部长和银行行长之类的职务 江南和苏州一度富奖天下 周臣就是背后默默破除的电极石 在一三八亿周臣出生于江西集水 小时候就聪颖好学 在永乐二年1404年 好学的周臣就考了晋士 考中了晋士 在那个时候就意味着进入了仕途 但在整个永乐朝时期二十年的岁月 周臣都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上做官 没有得到什么升迁 不过周臣是个人才 使人才有机会就会发光 到了宣的五年1430年 此时的皇帝是明宣宗朱札基 在这一年周臣经内阁大臣杨士奇 杨龙的推荐做上了公布又是郎 代表朝廷巡抚江南诸府 总部江南的前凉税赋 周臣展示才能的时候到了 那个时候 江南税赋非常重 当地人忍受不了高税收 纷纷逃亡 百姓减少 税源就变少了 以至于当地拖欠税赋现象非常严重 在宣德初年 苏州府就拖欠了接近八零零岸石粮 从江府只能征收百分之十五的粮税了 江南是朝廷财税的重地 如果江南税付处理不好 官僚和勋贵们的俸禄都无法支应 形势非常严峻 就是在此种背景下 周臣到了江南去处理财税 这一朝廷大事 到了当地 周臣马上发挥出了自己的才能 他和当时苏州知府矿中 经过接近一个多月的核算 就为苏州减免了七十多万大粮负 之后 周臣又实行一些灵活的政策 来实行税负的改革 提出了很多利国利民的 有建设性的方法 最后实施起来都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以说 周臣所做的事情 在明代复义制度的改革中 具有开创意义 在周臣的努力下 江南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 更加繁荣地发展起来 明史周臣传就指出 周臣在日人 江南树大军 小民不知凶荒 两岁未尝不负 臣之立也 周臣既保证了国家税负的征收 又没让百姓遭受饥荒之苦 功劳是非常大的 正因为如此 所以在他1453年死后被视为门乡 当然 在周臣刚到江南时 时常要深入民间到百姓中间去做调查研究 他跟百姓打成一团 很了解百姓内心心里真实的想法 百姓们也很愿意和他倾谈 就是在他深入民间百姓家里调查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在明代的名作武达祖中有记载 国招周文乡在孤苏日 有报男子生辞者 功不打 但目睹出门子曰 主被慎之 既来南策慎云语 其壁纸之事也 翻译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朝的周臣在苏州的某一天 他去调查的时候 碰到有人向他回报说 有男人生出儿子了 周臣这个时候没有回答 看了看周边的人说道 你们要小心了 近些年来 很多人好男色比好女色还厉害 如此下去 男人生子是必然发展的趋势了 原来不只是现在 当时的社会也有男人好男色 不过 作为财政金融大师的周臣 竟发出如此幽默之语 周围人听到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周臣还有很多意识 最为熟知是其有作笔记的习惯 后来有人在他面前作弊 就因为他有作笔记的 所以被他察觉 可以说他做事是非常严谨 不过做事严谨的他 一开启玩笑起来 没想到还是那么搞笑 也实在是让人赞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